大家好,早晨起来了,我每天起得很早啊 起来打开油管,突然发现一位老熟人阿贵文贵又复活了 不信呢,你不信往下看一看 没跟任何人说直播,我像天发誓,直播前的五分钟我都没想直播 我真没劲直播这两天,累死我了 刚才我的知己给我发信息,知己说是不是太累了,你最近休息一下 我说还真是,最近晚上觉睡太少,不累,没感觉到累 我觉得我这,这上天给了个我什么身体呢,你说 他就是,也不是觉得累啊,比如说你困了啊,想睡觉啊,睡啊 就身体感到,就觉得很累啊,或者精神啊,没有 但是确实这几天,就感觉到什么呢,好多事儿,就过去觉得这事儿吧 这个这个,咔咔咔,就完了,老觉得事儿还不够干的 但是就这几天,就很多事儿压住了,你知道吗 哎呀,我就觉得不行,这不行病 我啥时候压过什么事儿啊,当天的事儿一定提前解决啊 但是还好吧,今早上这个,这个锻炼太重要了,兄弟姐妹 你们一定要听文贵啊,咱们爆料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的资产 那就是说,让大家健身啊,这个健身太重要了 那从郭文贵的这个视频啊,你可以看啊,这个郭文贵应该是还在这个外海啊 外海呢,但是是在美国的这个国境线内啊,应该 他不会离开美国啊,啊,我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如果离开美国,将不会得到美国的这个庇护 他再想回来,啊,郭文贵那些律师也不能帮他了 很简单,那些律师会告诉他什么能做啊,美国律师就这样 高额的律师费,但是会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他一定不会离开美国的这个国境线 有些人说去巴哈马啊,巴哈马能保证阿贵安全吗 是不是,中国和巴哈马啊,签个什么协议,投资协议 阿贵就回来了,所以阿贵只能待在美国啊 这是底层逻辑,只能待在美国,巴哈马可能会像什么 会像中国投降,美国不会 那这就是我说的这个多样性啊,多样性 所以呢,阿贵因为多样性,哎,他有了一个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那这种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失败者有了活路 那他有了活路啊,他也就不会在政治斗争的时候使用极端手段啊 斩尽杀绝不会的,我觉得这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啊 古代那种政治斗争,你看看一杀杀全家啊 政治失败了,全家脱家带口都死了 现代的政治斗争是不是应该文明一些啊 哎,美国的这种不同的三权分立啊,独立的司法让全世界 你不光中国啊,啊,中国的政治斗争,还有什么西方呢 是吧,南美的,非洲的,那政治斗争更残酷 都跑到美国去了吗 所以美国吸引了全世界各种的loser 哈哈哈,对吧,你政治斗争是胜利了,你也不会出国 所以我说美国很多loser嘛 哎呀,每天早上乐一乐挺好啊 是不是loser,是不是loser 还有川普,哎呀,你在推特上搜loser 第一个出来真是川普啊 哈哈哈哈 哎呀,勒死我了 美国吸收了大量的loser啊 失败者就跑到美国 那这些loser呢 脱家带口啊 钱也有啊,物也有 人脉也有,到了美国 那对美国也是好事 美国如果遣返了郭文贵 那这个招牌就没了 那很多人就想了,哦 哦,你可以遣返了 你可以什么,因为政治 对吧,干预司法了 那我们也就不在这儿,找更安全的 一定会出现别的国家更安全 会给他提供 那美国绝对不会因为一个阿贵 是不是,打破这种规矩 阿贵还不值当的,还不值 啊,真的不值啊 那美国这个招牌多少钱 所以就是我一直说的啊 您看呢,这个 这个胜利者啊,其实你也得想一想 政治你不可能永远胜利的 对吧,你像非洲有些国家 是吧,今天我在台上 打击这个异己 过几年我就成 他妈,我就成流亡者了 那我也去美国了 是不是,我也成loser了 loser都去美国了 这自己得想一想 其实这种多样性对你自己 也稍有好处的 这就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 观察了一下啊,很有趣啊 我希望你从这个视频上 也看明白 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 阿贵未来呢 我觉得他这个直播啊 我会把链接放下方 你从这个直播里你可以初步判断 他不提政治了 不提美国政治 绝口不提了 绝口不提了 那我觉得是沉淀下来了 很聪明阿贵啊 阿贵聪明极了 是一个星期人家就是 比史东快啊 史东现在还没转过来 阿贵转过来了 阿贵现在就知道了 不能再提拜登 不能再提川普了 拜登先也不要着急提 咱先不提 那开篇你讲了啊 你们运动了没有啊 我又运动了 要坚持运动 多谈谈运动挺好 谈谈中国 哎 这才是关键 老谈什么美国政治 最后怎么样 你政治这种东西不是咱们 是吧 咱们来来碰的 老百姓远离政治 阿贵啊 你不看我节目啊 大选之前我就告诉你 远离政治 远离政治 政治是黑暗的 政治是什么邪恶的 谁他妈也不听啊 一个个怎么样啊 政治啊 都加进去了 都啪啪的 什么被政治啊 这种邪恶的小手 扇了嘴巴了 你参加什么政治呢 而且你是什么投入啊 有些人是吹个牛逼 是吧 预测一下大选结果 那 当一个乐 结果你是全身心投入啊 卧槽 是不是 差点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 这回知道了 远离政治 我觉得阿贵通过这个事 应该也知道政治非常可怕 不是你跑到美国 你就搞政治 你想怎么干怎么干了 不是的 其实在美国搞政治 搞的不好的话 也可能真的出问题啊 你是个外国人啊 人家不会把你怎么样 因为你是来这花钱的 对不对 而且你本身也没有选举权 但是你如果过深的介入了 那后续很难讲了 对不对 人有的办 有的是办法弄你阿贵啊 你现在在船上安全 你上陆地上呢 汽车等着你呢 人人都有枪 我的妈 坐飞机 你无法掉下来啊 很多事呢 外面等着你的 所以政治特别在美国 这事千万小心 我觉得阿贵一定要看我视频啊 远离政治 这绝对啊 这绝对是最值钱的话 阿贵啊 是不是 给我扫个码啊 哈哈哈 远离政治 哎呀 我觉得这个阿贵通过这个事 如果能懂这个 他后半生会很安全 绝对没有问题啊 现在也没啥问题 是吧 自己有律师告诉了 是吧 人家是个人 不会参与什么 是吧 团体性活动 所以阿贵确实没问题 所以阿贵确实没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